大家好,我是舒哥 我现在在安徽省门城县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门城的知名景点 万火塔 这前面就是万火塔公园的南大门 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这所公园呢,以万火塔命名 叫万火塔公园 当然这里面最主要的古迹就是万火塔 我们看到这前面有个亭子 层子下面呢,是一块革命烈士纪念碑 现在这个公园呢,是免费的 游着呢,可以进来参观这些古迹 对于本地居民呢,也是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万火塔,俗称门城砖塔 它始建于宋丛林元年,也就是1102年 整座塔为八角十三层,楼阁式的砖塔 高42.2米,塔顶周长呢24米,直径8米 好,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塔的全貌 这个万火塔呢,体型不是很大 但造型秀丽 它的结构呢,赋予变化 保存呢,也比较完整 它呢,应该是中国南方和百方造塔技术融合的作品 因为它的塔体内外,镶嵌了八千多尊的佛像,得名万火塔 这个下面应该是九区石桥 好,我们过了九区桥,走进塔身来看一看 这里面来看塔的人还真不少 万火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万火塔呢,是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呢 第六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塔 大概是在十几年前吧 那时候我来看过一次 当时呢,人可以从下面的门 然后从里面爬上去 上去之后呢,你看那个每一层都有那个小门 人可以从那个小门出来 当时胆子大的,还顺着那个塔转了一圈 不过后来听说有个人从这个塔上掉下来了 因为它那个塔旁边那个平台是没有护栏的 所以也很危险 现在估计也是因为安全考虑 还有呢,为了保护文物 现在是不允许上这个塔 我们看到下面把它围起来了 那个门也锁上了 这个塔身呢,为水磨青砖契造 内体外呢,镶嵌有 紫黄绿三色,琉璃砖一千三百余块 每块砖呢,都雕有佛像三尊 我们看那个塔身一块一块的,那就是佛像 它那一块砖上有三个佛像 三尊佛像呢,中间是释迦摩尼 左为嘉业,右为阿南 这个万佛塔呢,距禁有九百多年 在1981年呢,万佛塔被载入了中国名圣池典 以前来门城,那时候建筑物都不是很高 当时坐在车上,在离门城很远的地方 就能看到万佛塔 所以那时候一踢到门城,就会想到这个万佛塔 这前面是一口大钟 这个塔下面是有地宫的 在这个塔的第四层,塔兴 以前呢,俗称小庙 供奉着关羽,关平,周昌,三尊神像 中国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毁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塔确实也很漂亮 这个公园除了万佛塔 设计其他地方也很漂亮 这前面还有水面 看还有人在上面划船呢 这个公园的绿化也很好 你看这好多的垂柳 这个水面啊,是不是种的荷花呀 来到这个公园 先看看万佛塔 然后在公园里面转一转 也挺好的 也的确是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好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收看,再见